Hello,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织带与皮革的拼接方法 其实我很早之前就有发布过这样子的拼接方式 但是之前用的那种方式呢,它需要用到的工具会比较多 所以这次想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这种最简单的拼接方式 只需要用到这几个工具 皮料我用的是一个1毫米厚度的直肉格 其实有一点任何皮料的边角料都是够用的 然后需要特别准备的其实就是皮革专用的 我用的是一个两孔的菱角斩 两根皮革专用的缝针 一个模板 然后剪刀、打火机、0.5毫米的蜡线 然后一个打孔的榔头 还有一些金属配件 第一步我们先把织带的这两头涂抹上白胶做一个固定 涂抹完之后把它放在一边自然晾干 接着来准备皮料的部分 先把模板给剪裁出来 你可以拿锥子也可以直接拿针 画出一个痕迹就行了 因为皮料用的比较薄 所以直接用剪刀剪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厚的话 剪刀就比较难剪得平整 你就会需要更加专业的工具 其实大家如果对皮革类的手工有过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坑 工具真的非常多 而且好的工具都很贵 接着我会用尺先量出一个边具 大概0.3毫米左右 同样的用针画出痕迹 然后用这个菱角斩分别在这里打四个孔 这两边打四个孔均匀一点 然后这里打两个孔 这样打完了之后 为了两边的孔能够对称 所以我会先把它对折 对折完了之后 按照刚刚打孔的这个痕迹再打一次 其实比较专业的打法是打完这两个孔之后 一头插在这里 然后这边打第三个孔 这样就是能保持艰巨 但因为我们的孔比较少 所以随意一点就好 这样两边的孔 这里两边的孔就打好了 再在这里打两个孔就行了 最后来准备缝针缝线 取30厘米的线就够了 然后皮革的缝针它是需要两根的 穿的方法是一样的 但两头都需要穿 我们先把线穿进去之后呢 用针头在这里 从蓝线当中戳进去 把它戳出来之后拉紧 另一头也是一样的 这样缝针缝线也准备好了 就可以开始准备缝合了 现在胶水已经干透了 然后我们把边缘的地方像这样卷起来 接着把皮革放上去 大概的看一下位置 接着我们从这里的两个孔 先开始缝合 来吧 接着再和 这带做第二次连接 就这样大概缝合两到三次 其实就已经很牢固了 最后从另外一侧的孔这样穿出来 这一头的蜡线一开始就留得比较短 最后这样子浪费的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我们打结固定 打两个结 打两个死结 剪断 烧结 这一头就这样缝好了 接下来这边包过来 注意你这里 这里的空隙是要预留出 你金属配件的那个粗细的 如果你是安装闭环的配件 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把配件先套上去 但我今天因为是要装个这样的开口圈 所以我等最后的时候套也可以 再穿一次线 就是在这个位置来回的缝合 我们先把两根针给穿过来 在最上方的两个孔先穿过 然后拉到中间的位置 好 然后随便选一个方向先开始穿 还是从第一个孔先入 先入第一个孔 接着从另外一侧的第二个孔穿出来 像这样 然后穿另外一边 也是的 先入第一个孔 接着从另外一侧的第二个孔穿出来 接着两根绳子拉紧 再重复一次 再重复一次 你也可以在最后缝合的时候 也去把针带到织带一点 这样缝合的就会更牢 最后一针也是一样的 从这一侧先穿过来 只不过是穿回 这最后一个孔 这边也是 可以带到一点织带 然后再穿过来 好 这样就缝合完了 接着我们把两边的线给剪断 打结固定 跟刚刚刚的方法是一样的 打两个死结 最后把底环给套进去就行了 就这样 再重复一下 再重复一下 非常多 morning 感谢观看